随着科技与时代的进步 全世界都认识到了无人机在军事中的巨大作用 其主要用于战场侦察、电子干扰、携带极数炸弹、制导导弹等武器执行攻击性任务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世界顶级的10款无人机 新来的观众不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 订阅加关注永远不迷路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Top10 MQE捕食者无人机 这款无人机是通用原子公司生产的产品 全长8.22米、驿展14.8米、高度2.1米、空重512公斤 动力系统为一具Rotex 914F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 使该无人机的载重可以达到1020公斤 最高时速130英里每小时 综合来看该机是一种武装的多任务的中高度的长航时远程驾驶的飞机 主要用作情报收集 其次是针对动态执行目标 捕食者可以携带多光谱瞄准系统 该系统集成了红外传感器 色彩单色日光电视摄像机 图像增强电视摄像机 激光指示器和激光照明器 此外该机可以使用激光制导导弹 AGM-179联合空地导弹 AGM-114地狱火导弹 针刺便携式防空导弹 这也让该无人机具有低附带伤害和反装甲 杀伤人员交战能力 Top9哈比无人机 哈比无人机是以色列航太工业在1990年代研制的 该无人机是可以从卡车上发射 机身全长2.7米 机翼翼展为2.1米 自重135公斤 动力装置为一具英国无人机引擎有限公司生产的 气冷活塞发动机AR731 使该无人机最高速度可以达185公里每小时 哈比无人机具有三角机翼 采用活塞推动 火箭加力 它配有红外自导弹头 优越的计算机系统和全球定位系统 以及确定打击次序的分类软件 可以自主攻击目标或者返回基地 如果测出陌生的雷达将载着32公斤高爆炸药撞向目标 同归欲尽 因此它也被称作为空中女妖或者雷达杀手 哈比无人机的特点就是机动灵活 航程远 续航时间长 反雷达频段宽 智能程度高 生存能力强 可以全天候使用 哈比无人机采用普通车用汽油或者航空燃油作为燃料 TOP8 法国神经元无人机 神经元无人机是法国打索公司研制的产品 该机在外形设计和气动布局上借鉴了B2A隐身轰炸机的设计 具有引针性能突出的能力 神经元无人机采用了五尾布局和一身完美融合的外形设计 其W型的尾部 直掠三角机翼 以及锯齿状进气口遮板 几乎就是B2的缩小板 该无人机的长度为9.5米 翼展为12.5米 空重4900公斤 动力装备为一具劳斯莱斯的M88涡轮扇发动机 这个劳斯莱斯就是咱们熟悉的豪华汽车品牌劳斯莱斯 该公司不仅生产汽车 而且也生产航空发动机 该无人机的最大速度为980公里每小时 此外该机安装了两个内部武器舱 携带数据中继设备 并可能装备了一台雷达 TOP7 仓路TP无人机 是以色列在仓路无人机的基础上 研制的一款新型先进军用无人机 其中体现了以色列军用无人机的特点 仓路TP无人机 以前被称为IAI-ITAN 是一种中空长航时侦察无人机 仓路TP无人机继承了仓路无人机的优点 改进了机身设计 换装了先进的机载传感器 具有更先进的性能和更广泛的用途 该无人机的机身长度为14米 翼展26米 最大起飞重量4650公斤 常规有效载荷为一吨 装备1200马力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 飞行高度可以达12000米 能够连续飞行至少20个小时 是目前以色列军方最大的无人机了 TOP6 雷电之神无人机 该机是由英国BAE系统公司 奎奈蒂克公司 劳斯莱斯公司和GEE Avasion号14年联合研制 实验样机成本高达1.43亿英镑 它所采用的隐身技术 可以与美国最先进的技术媲 地面雷达系统几乎无法追踪到 该机长度为11.35米 高3.98米 翼展9.94米 动力系统围距 劳斯莱斯公司的 阿杜尔MK951型发动机 速度一马赫以上 最大起飞重量达到8吨 该无人机上内置两个炸弹舱 能在多个目标上空投放弹药 具有远程攻击的能力 TOP5 猎鹰HTV2号超音速无人机 该机是美国军方研制的 史上飞行速度最快的无人飞机 严格来说 它应该属于一款飞行器 为什么要让这款无人机上榜呢 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 该机的速度比较快 它可以携带5吨重的物资 以超过音速5倍的速度 在两小时内 可以抵达世界任何地方 在大气层外围的 亚轨道最快速度 能够达到20倍音速 符合美国全球快速打击目标的 快速要求 尤其在攻击时间敏感目标 加固目标等方面 具有明显的优势 能适应未来作战的需要 当然它除了速度快 它的造价也不菲 每架造价高达3.08亿美元 Top 4 MQ-9无人机 MQ-9无人机是 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 美国研制的一种无人机 该无人机的长度达到11米 驿站20米 高度3.8米 机身搭载一具 盖瑞特汉威TPE331型 涡桨发动机 最大起飞重量为4760公斤 持用升限15000米 最大航速482公里每小时 它的飞行速度是捕食者的三倍 有效载荷更是达到15倍 该机可以执行情报监视 与侦察任务 主要任务呢 还是为地面部队提供 近距空中支援 该无人机还装备了光学电子设备 红外系统 微光电视 和合成孔径雷达 具备很强的ISR能力和对地目标攻击能力 此外 它载弹量也很大 装备6个武器挂架 可以搭载海尔法导弹和500磅炸弹等 Top3 X-47B无人机 该机是由美国国防技术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 开发 它不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架 无需人工干预 完全由电脑操纵的 无尾翼喷气式无人驾驶飞机 也是第一架能够从航空母舰上起飞 并且自行回落的隐身轰炸机 该机长度为11.63米 翼展18.92米 高度3.1米 空重达到6350公斤 动力系统为一具 普惠F100-220U涡扇发动机 巡航速度达到0.9马赫 X-47B内两个内置弹舱 各可以容纳一枚2000磅级的GDAM 其载弹量要远远超过现有的无人机 本机型无武装 但是有两个任务舱 最多可以搭载2000公斤 后继型号 X-47C将正式搭载武装 Top2复仇者无人机 它是由美国通用原子公司研制的 具备隐身能力的 喷气推进式远程无人驾驶战斗机 它是在MQ-9收割者无人机的基础上 开发的新型机型 该机全长12.5米 翼展20.12米 其载荷达到1360.78公斤 复仇者旨在执行高速长航时 更隐秘多功能情报监视 及侦察及陆上及海上精确攻击能力 该机配备有多种武器负载 包括2000磅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光电红外传感器 全天候GASI 山猫合成孔径雷达 地面运动目标指示器 它的远距离情报监视及侦察能力 与武器运载能力都达到了最大化 该机的武器舱可以运载500磅机炸弹 包括采用GBU38式制导炸弹制导组件和激光制导组件 Top1 RQ-4全球鹰无人机 它是由诺斯罗普格鲁曼所生产制造的无人机 它还是世界上飞行时间最长 距离最远 飞行最高的无人机 同时也是第一架得到美国联邦航空局认证 可以在美国民航机领空飞行的无人机 RQ-4A机身长13.4米 高4.62米 翼展35.4米 动力系统为一具AE3007H涡轮风扇发动机 最大飞行速度644公里每小时 最大飞行高度19810米 最大起飞重量11610公斤 该机可以携带光电 红外传感器系统 以及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传感器 在自由伊拉克行动中 美国空军使用的RQ-4A提供的目标图像情报 摧毁了伊拉克13个地空导弹连 50个地空导弹发射架 70辆地空导弹运输车 300个地空导弹箱和300辆坦克 被摧毁的坦克占伊拉克已知坦克总数的38% 那么大家感觉这10款无人机怎么样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 好了 今天视频到这里结束 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